经营健身俱乐部16号上午在慈激大学大习馆二楼举办AI结合环撞运动 我讲肌肉了记者会 哈连县长徐真伟 卫生局长朱家祥以及慈激大学校长刘怡君都到场致意 并亲自试用智能AI运动器材 藉由智慧科技辅助运动课程 让学员以正确的姿势安全使用器材 加回更多花连地区的民众 县长徐真伟表示 透过慈激大学清营健身俱乐部的防肌扫症环撞运动课程 经由专业的健身器材与运动指导员 从肌力、肌耐力、柔软度、平衡 以及心肺功能的多元运动介入方式 提供社区长者运动有更多的选择 进而提升并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 善用科技是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在这里真会再一次感谢 我们的期许是希望花莲县很多的社区都能够加入 而也希望此期团队 我们用USR的部分能够一起来合作 让我们学有专精的我们的同学 可以学以致用而留在花莲 成为花莲的新生命力、新力量 慈激大学刘怡君校长并表示 慈激大学成功开发AI运动教练辅助系统 透过影像的监测与数据的演算法 针对学员的操作知识 给予立即的影像回馈与提示 让学员更安全有效的使用器材运动 当然温泉屋长花了很多的力气 把这个清明健身俱乐部 特别是训练的团队打造起来 还有课程内容 但是如果没有县政府的支持 没有朱局长还有县长的支持 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的 那么未来在人力上 还有在课程的设计上 那刚才县长也给了很好的建议 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的大学社会责任的一个计划 我想这是绝对很正确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清明健身俱乐部 大家刚才就都已经看到成果了 那我想最能够体会这个好处的 就是学员们 目前花莲县有三处影法健身俱乐部 今年预计新增四处影法健身俱乐部 希望透过这些示范点的推动 运动指导员运动科技的导入 逐步推广花莲县影法健身运动风气 让长者能够在地健康生活 以养天年 我们到新增俱乐部赞不赞 赞 记者凌桀 花莲县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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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